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這期清晨三點多 發現一個酒量案件 是在台灣大道跟華美西街口 後報後 迅速趕到現場 發現這名駕駛的自小客 已經有測翻的情形 我們當場跟他做協助 做一個準測的測試 發現駕駛有超過標準值 現場與法外跟他做協助 經過了解他是在市區跟有人聚餐 聚餐完以後不剩酒粒要回家的路上 一個閃神偏雨撞到旁邊的柳澤西布蘭 然後測量側翻 他九測池多少 然後他當時指數是打算要做的 所以你怎麼會經過那次 九測池的部分是有超過標準值 那經過他指數是當時跟朋友聚餐想要回家 那因為白天工作太辛苦太累 有點精神不計散神 然後天理車道然後再自撞 他有說他喝多少 他是不是中間他有說他其實還有休息過 再講怎麼樣 這個部分他確實有製成他有喝啤酒蠻多品的 然後喝完以後他覺得有點比較不剩酒力 有在車上坐睡覺然後再開車回家 有在車上坐睡覺然後再開車回家